本期分享的电影名叫《大桥夏敏》 故事发生在八十年代的苏州河畔 阿美是个裁缝靠给人做衣服为生 在那个年代大多数人都是自己买布做衣服 很少有人去买成品的衣服 她的生意很好与父亲相依为命 母亲在文革中自杀 因为她没有店面就在路口支了个摊位 影响了交通工商局要把她赶走 无处可去时 在路对面修车的铁林请她到自家门口 她注意阿美很久了一直没有说过话 阿美不想麻烦她 这时铁林的朋友肖剑来了 肖剑与阿美是知青下乡时的同学 也劝她搬到铁林门口 从此之后 阿美就在这里做衣服了 铁林妈看到阿美文静勤快 想让她做自己的儿媳妇 就有事没事地与她聊天 铁林看她在外面被晒得满脸是汗 就请她搬到屋里面 她不想再麻烦铁林 坚持不搬 父亲经常劝她找个人结婚 她不同意 别人不知道 她还有一个儿子 在知青下乡时遇到一个男同学 两人的父母都被打成了反革命 没人理会他们 他们就经常在一起劳动 在一个大学的夜晚 两人发生了亲密关系 不久她就怀孕了 再接着 四人帮被打倒 同学的家人在国外 要接她出国 临走前 同学让阿美等她 要求阿美把孩子生下来 她会回来接阿美的 等了两年后才来信 说她不回来了 阿美怕别人说闲话 就把儿子寄养在苏州的舅舅家 经常一个人去看儿子 儿子也经常向她要父亲 每一次与儿子分别时 她都要回头很多次 未婚生子 在那个年代是不被接受的 她不敢把儿子带回来 也不敢去找对象 虽然她明白铁林母子的心意 有一天下起了大雨 铁林帮她把机器搬到屋里 这时收到了肖剑的来信 肖剑因为偷东西入狱 铁林信没看完就扔了 阿美又捡起来看 肖剑希望铁林去照顾下 她的妹妹肖华 还给了肖华的住址 铁林没有看到这些内容 阿美就代替她去看望肖华 见到肖华后 才知道她是残疾人 靠客印章为生 她看到肖华并没有因为残疾而悲观 觉得自己应该向她学习 于是下决心把儿子带回去 邻居们看到后非常吃惊 接着就在背后说她的坏话 说没结婚就有了孩子 肯定不是个正经女人 她把儿子带到铁林面前时 铁林一下就呆住了 铁林妈知道她还有个儿子 脸色立刻就变了 吃饭时劝铁林死了这条心 铁林相信她不是别人说的那种坏女人 阿美也慢慢习惯了别人对她的非议 不在乎他们说什么 有一天儿子与小胖打架 一下子围过来很多人 胖子骂她是野种 胖子家长骂他们母子都不是好东西 阿美受不了这种侮辱 一下子就哭了起来 第二天她照常到铁林门口做衣服 铁林收到肖剑的信 肖剑感谢她去照顾肖华 铁林感觉很奇怪 去见了肖华后才知道 阿美一直替自己照顾肖华 这个时候居委会大妈来找阿美 希望她与铁林走到一起 她心里明白铁林有意 但铁林妈看不上自己 铁林没办法说服老妈 就让她在外地的妹妹回来帮忙 妹妹是个运动员 之前回来时认识了阿美 她也希望阿美来做自己的嫂子 就回来缠住母亲 逼母亲同意 铁林妈最后值得同意 这个时候阿美的儿子走丢了 他们两家人全体出动 大听到孩子晕倒在路上 被送到了医院 铁林就在那里照顾她 当阿美来到医院时 医生对她说了这样的话 你爱人真不错 你说什么 我说你爱人真心疼孩子 昨晚上一宿都没睡 回去之后 阿美把自己的经历都说了出来 还把男同学的来信拿给铁林看 铁林知道真相后 更加喜欢这个女人 最后 她们一家三口走到一起 这个电影拍摄于1984年 当时的社会观念与现在有很大不同 在文革之前 做生意会被认为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会被批判 批斗 哪怕是刚刚改革开放之后 这种观念也是深入人心 大家都觉得 个体户地位低 不如在国营企业好 时代都在不停地变化 现在的情况完全不同 铁林妈也意识到这个问题 反对铁林与阿美结婚 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因为两人都是个体户 万一世道发生什么变化 夫妻两人都倒霉 不如找一个在国企上班的媳妇 那样更安全一些 可见 那场灾难对人的影响 有多么深远 本片女主角龚雪 是80年代著名演员 有杂志称她为大陆第一美女 后来因为牵涉上海流氓案 远走他乡 当时某官员儿子又见多名女性 在执行枪决时 发现了龚姓女人的名字 大家猜测那个人是龚雪 觉得当红演员可能与官员有私情 事实上并没有那回事 因为这件事 她基本放弃了演戏 在国外生了一个女儿 女儿完全没有继承她的美貌 至于本片中的男主角张铁林 也就是魂珠格格中的皇上 是不是个好男人 相信大家也都知道了 本期节目到此结束 持续关注请点击屏幕下方订阅 我们下期见